- 你覺得我要把背心上出來呢?還是不要? - 先這樣子 - 好喔 - 那個 - 片 - 一軍片 - 等一下 等我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穿到 - 好 - 這一套也是我平常會穿 - 我覺得是很可愛對不對? - 這件是剛剛有人許願下半身的褲子 - 褲子超級褲子 - 褲子叫什麼? - 名字來自那褲子是 - 壓折A字綿麻短褲 - 它總共有六個顏色 - 這麼多 - 寶多 - 其實這款 - 我們去年有賣過 - 賣得很好 - 廠商就跟我說 - 他們換了布料出了新瘦 - 所以我就 - 我就私心話就定了 - 這件褲子超級顯瘦的 - 真的很瘦 - 還有一個顏色跑去哪裡呢? - 這樣剛剛好像有更多 - 很甜一點的 - 它剛剛有六個顏色 - 這個是米杏色 - 然後這個是黑色 - 然後咖啡色 - 咖啡色好可愛喔 - 是不是?咖啡色很可愛 - 然後粉紅色 - 然後這個少女星 - 對 - 然後藍綠色 - 這比較清爽一點 - 然後跟Debbie身上有均綠色 - 這個大家剛剛那件 - 那個什麼是不是也蠻好看 - 那個胸前有轉手 - 有那個漂漂的 - 喔 - 這件也蠻漂亮的 - 我喜歡這個 - 好漂亮的顏色 - 它的咖啡色很漂亮 - 很像巧克力的顏色 - 對啊 - 然後跟均綠色 - 它有超多個顏色的 - 好 拿不做了拿不做 - 介紹哪一件 - 這個比較亮好看 - 它就是A字的版型 - 基本上你這樣拿起來就看得出來 - 它是A字的 - 所以它的褲管是比較偏寬一點的 - 然後就算是有點肉的大褲 - 其實它都收拾的蠻好 - 因為它的褲管偏長 - 比較偏中 - 嗯 - 中長 - 三分之二 - 就是不是迷你短褲 - 對 不是迷你短褲 - 然後它的褲管又偏寬 - 所以它的這個就是把大腿 - 馬鞍肉的肉都 - 對 剛好遮到馬鞍肉 - 對 - 褲下面一點 - 它其實遠看有點像褲裙 - 但它其實就是個短褲 - 前後都是短褲這樣子 - 前後都是短褲 - 然後呢 - 它這個地方就有做壓折 - 其實也就是順應它褲管要做比較寬的設計 - 就是有做了一個壓折 - 所以它相對我就有壓折的關係 - 所以你的小腹也是會比較修飾一點 - 因為視覺效果也是把它帶到別的地方去 - 因為你會覺得好像是壓折膨膨的 - 不是肚子膨膨的 - 不是肚子膨膨的 - 所以它褲子的壓折有這個效果這樣 - 然後它是後鬆緊 - 腰圍後鬆緊 - 後面是鬆緊 - 後面是鬆緊 - 然後鬆緊是寬板的 - 所以彈性也蠻好的 - 嗯 - 這一款屯38以內都可以穿 - 就是L號身型也可以這樣子 - 它可以考慮一下 - 重點是有口袋 - 它有口袋 - 它有口袋 - 然後它的綿麻是薄料的綿麻 - 但是也是比較細密的綿麻 - 是不會粗粗的 - 然後薄料沒有內裡 - 所以很涼 - 它基本上褲管也很寬 - 所以就是很涼 - 對婦科很好 - 就是超涼 - 對 不會悶熱 - 不會悶熱 - 不悶熱 - 對婦科非常好 - 生理期來很對見 - 請問米性色會透嗎 - 我覺得穿淺色內衣是完全沒問題的 - 深色會有微微的影子 - 淺色內褲都還OK - 深色的話我現在髮圈是黑的這樣子 - 放上去就黑色一點微微的影子 - 所以你稍微避開深色內褲就完全沒有問題 - 完全沒有問題 - 膚色粉色我覺得應該都不會通 - 灰色也不會通 - 就是完全就是OK - 不要太亮跟太深的都OK - 不要穿著亮橘色那種黑色 - 亮橘色內褲就沒辦法 - 沒辦法 - 今年很流行螢光色 - 對啊 - 有一些我就難以消化它 - 我看到都有點傻 - 你說你平常的衣服嗎 - 有流行嗎 - 今年韓國有很多螢光色 - 有嗎 - 螢光橘 - 螢光粉 - 螢光綠 - 這還沒有注意到欸 - 我相信台灣賣家比較少人拿 - 好應該是 - 但是廠商是有出的 - 還蠻可怕的 - 這個顏色也蠻好看 - 還是這個顏色應該很百搭 - 她短褲喜歡綠色跟卡色 - 我也覺得 - 這是最有質感的兩個顏色 - 沒錯 - 黑色很基本 - 而且黑色是最顯瘦的 - 然後米青色我覺得很夏天 - 就是夏天很百搭 - 對 - 但要顯瘦的話 - 當然是深色會 - 深色會再優秀一點 - 這樣 - 然後上衣是我個人超愛的 - 超級喜歡 - 但我覺得 - 它現在好像沒什麼人買 - 但是我超級喜歡 - 因為它好像超涼的欸 - 對啊 - 我覺得我都要直接穿bra - 其實穿它出了 - 可以是穿 - 上衣是什麼咧 - 老闆 - 上衣叫什麼名字 - 我超級喜歡 - 但是我忘記它的名字了 - 超級喜歡上衣 - 就這個名字 - 上衣它總共有三個顏色 - 我轉一圈給大家看 - 上衣也太刮了吧 - 超級 - 看它的袖子 - 這個就是夏天防曬 - 或是你比較覺得 - 可能怕手臂肉肉的女生 - 比較害羞的女生很適合 - 因為它真的超級無敵良 - 完全不會肉 - 的那種寡 - 薄棉麻豆夫 - 逼領娃娃山 - 有 所有重點都在名字裡了 - 欸 你怎麼知道 - 欸 所有重點都在名字裡了 - 我們不用介紹了 - 我們的名字都超長 - 對 - 我把精華放在衣服 - 難怪他剛剛會想不起來 - 那什麼名字 - 太長了 - 以前還要逼住你背那個名字 - 超難 - 那是他逼住你背喔 - 我沒有 - 太難了吧 - 每一個月都要背那麼多 - 因為怕出貨會出錯 - 然後他會就是 - 就新品上來以後 - 會抽背他們 - 好可怕 - 這叫什麼名字這樣 - 好可怕喔 - 現在不用了 - 現在不用了 - 因為我們現在出貨的人 - 真的很優秀 - 都不會出錯 - 都不會出錯 - 不太會出錯 - 然後他總共有三個顏色 - 一個是那個 - 身上的米杏色 - 然後一個是黑色 - 然後另外一個是白色 - 它三個顏色都會有透膚感 - 因為他的布料是真的蠻薄的喔 - 它是會有透膚感 - 你看黑色也看得出來 - 它會有透膚感 - 然後它是薄棉麻的材質 - 是真的很薄 - 真的超級亮 - 我覺得是 - 它比較偏照衫的概念 - 因為它是會透的 - 所以裡面你一定要再加一件背心 - 內打 - 對,內打這樣子 - 我現在就有一大白色的內打 - 可是因為它本身就真的很薄 - 所以你穿起來是比較沒有那種 - 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- 對, 因為它真的沒什麼存在感 - 就是超級的力量 - 而且我覺得如果你是敢穿的女生啊 - 因為今年就是蠻多 - 像我們也有賣 - 我們的bra tee是做比較偏長一點的 - 就是 - 就是下面還有一節 - 對, 就是差不多到這個位置的那種bra tee - 其實你要是敢穿的話 - 你就直接穿bra tee - 外面罩著它就可以了 - 因為它這個長度 - 搭牛仔褲也超好看 - 它是做這種前面雙V - 應該是一個倒V一個正V的設計 - 那它這邊是有做很多小抓皺 - 就是小小的抓皺 - 然後它的肩線呢 - 做的比較偏低一點 - 所以它是沒有肩寬限制的 - 就是任何肩寬都是ok - 然後袖口做了泡泡袖的感覺 - 所以很甜美 - 很可愛 - 很日雜風 - 很日雜風 - 對, 很日系 - 很日雜風 - 我發現Cony有點喜歡 - 作為日系的感覺 - 我超... - 森林系 - 森林系 - 我現在這樣很適合提著那個野餐籃 - 要去野餐 - 我今天的野餐店才到了 - 這一套好適合去喔 - 那我下次你們去野餐我要去讀你們 - 你們一起來 - 我要去跟妹妹 - 我要去找妹妹 - 好好好,一起來一起來 - 我還買了帳篷,我真的很瘋狂 - 不會一年瘋狂 - 買了帳篷還買了野餐店 - 我帶我姊姊去公園上 - 就是去玩 - 然後那個就公園有一些 - 可能別人的小朋友玩不要的玩具 - 什麼挖土機啊,什麼車子啊 - 然後我姊姊一看到 - 我就馬上在旁邊頂了 - 就這樣啊,他很喜歡 - 他很喜歡 - 就看到我姊姊眼鏡都發亮 - 然後我就問他媽媽說 - 我可以買嗎 - 他媽媽就猶豫了一下 - 因為我就尊重嫂嫂吧 - 然後他媽媽就說 - 可 - 然後他直接可 - 然後我就開始頂到 - 他怕你 - 就是怕讓他習慣接受那些禮物 - 對,然後我就有先跟我姊姊約髮三張這樣子 - 去玩 - 要分享給其他小朋友什麼的 - 這很重要的 - 還要教育他 - 這件真的很可愛 - 我覺得搭牛仔常愧也是可以 - 對 - 窄的窄的 - 因為他的長度剛好不會太長 - 所以在這個地方 - 而且他後面 - 他的那個 - 不知道什麼 - 突然忘記 - 下擺 - 下擺 - 對,他的下擺 - 就是膨膨的 - 他剛好可以遮到一點點屁股 - 跟你比較肉肉的 - 比較容易有肉肉的地方 - 馬鞍肉的地方 - 稍微搭一下 - 蠻顯瘦的感覺 - 其實搭牛仔褲也OK - 對啊 - 很可愛 - 他很日系耶 - 對 - 我有日本魂 - 也不用搭那種很窄 - 稍微有一點微微的 - 這樣不要 - 就是有收的 - AB酷耶 - AB酷 - 對 - 好久沒聽到的名字喔 - AB酷耶 - 好復古的名字 - 有人問說 - 明...